就在范贤第二日准备去检察院询问陈萍萍对京都内刚刚出现的走私仪式是否知情时,皇宫内却来了庆帝的口谕,而且这道口谕来得极奇怪异,以前都是侯公公来传旨,此次来的却不是侯公公,而是洪四祥,而且此次洪四祥身后跟着的也不是普通的世间,而是进军统领,宫典。 范贤一瞧便觉得不对劲,可至于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侯爷,请。 口谕很简单,就是传范贤入宫觐见,可简单的入宫觐见,需要供点这个进军统领前来请他吗? 便是林婉儿也觉察出了不对,他和洪四祥很熟,毕竟以前他可是经常探望太后的呀。 洪公公,宫里到底出了何事?为何陛下这般阵仗来传范贤? 在皇室内部,林婉儿属于直系皇亲,所以在皇宫内的人面前,他依旧称范贤名字。 洪四祥文言只是微微白手,脸上呈现出一副不可言不可说的模样。 范贤见状,当即目光一转,看了看洪四祥身后的宫典,此人脸上仍旧是那副淡然从容的模样,也看不出所以然。 这让范贤不由很疑惑,但庆帝口谕济致,这一趟皇宫他肯定是要去的。 请公公稍候,我去准备准备,立刻就来。 进宫面圣自然要有个面圣的模样,范贤扯了个理由,领着林婉儿来到后院。 洪四祥也未阻拦,毕竟此番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宫典,以及数百进军,他深信今日范贤必不能逃脱。 后院中,范贤皱眉在院里走了两趟,丝里里与海棠朵朵,还有王启年都到了。 今日有些蹊跷,我事先布置一下,你们听好。 范贤越想越觉得今日进宫的口谕来得有些古怪,侯公公没来也就算了,庆帝怎么会派了洪四祥来,他不是太后身边的公公?难道今日进宫面圣与太后有关? 相公? 林婉儿本于劝范贤寻个理由今日不要进宫,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当即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不过他也不是没有打算,他心中暗想,待范贤一走,他便去林府。 婉儿,等我走后,你便去林府,待在林府不要出来,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出来。 谁知,范贤早就猜到了他心中所想,此刻看着他甚是严肃地嘱咐道。 林婉儿一听此言,心神顿时一震,脑子嗡嗡直响,这种场面他从未见过,一时间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 海棠,李李姑娘,你们寻个机会从后门出去,我估计现在城门,你们肯定是出不去了,这样,王启年,你带着他们去检察院,让陈萍萍务必保证他们俩的安全。 范贤的态度很是强硬,根本不容斯里里和海棠朵朵反驳,斯里里看着范贤一时间也是说不出话来,只有海棠朵朵闻声皱眉。 检察院?我才不去。 圣女说不去,那就是打心眼里不想去的,可是她的话音刚落,范贤那历刃一般的目光,煞时间就落在了她的脸上。 怎么,你还想逼我? 海棠朵朵目光一转,当即给了范贤一个白眼。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们俩在检察院里待着,若是我能从皇宫里出来的话,一切都好说, 倘若不能,到时候免不了两位帮忙。 范贤预感到了危险,但却不是致命的危险,至少在这个世界里还没有人能够当着五竹的面杀了她。 可即便是五竹,她也不能肯定自己今日能从皇宫全身而退。 这话顿时让林婉儿心神大惊,相公,我先去找我爹。 林婉儿知道今日范贤无论如何是要进宫,也知道无法阻拦你,心中所想自然是要去找林若府帮忙。 然而,范贤确实将刚刚转身欲去找林若府的她拉住了。 我不出事还好,我只要出事,必定是大事,而这种事你爹也帮不上忙,不要牵连林府了。 话音刚落,范贤再度将目光一转,看向王启年。 愣着干什么,带他们先走。 范贤深知今日之事的蹊跷,而这种蹊跷给他带来的危险甚至比当初在牛兰街面对成俱术史更深。 王启年闻声急忙示意两个姑娘跟他走,可谁知这两人谁都不肯去。 两位,今日之事非比寻常,若你们不去监察院,说不定等会儿你们就真的哪儿都去不了了,就当帮我个忙可好。 范贤实在不愿看到这两人其中任何一个受到伤害,此刻说话时神色格外恳切。 两人听到这话,相视一眼,皆是微微点头。 但两人眼中的担忧却也不言而喻。 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危险,但只让范贤一个人去面对,是非他们所愿。 可问题就在于,这件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替范贤分担。 高达送郡主回林府。 范贤一声令下,高达当即从院子外跑了进来。 他可以算得上是范贤的贴身护卫了,让他保护林婉儿回林府乃是最好的选择。 诸位,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要妄动,一切等我出来之后再说。 范贤并不清楚今日进宫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在没有确定会发生什么之前,他不能再看到这三个姑娘出现任何意外。 今日,范若若回了老范府,倒刚好避开。 待得一切就绪,范贤这才换了身衣裳来到前厅。 洪四祥和宫典仍旧一步未动地站在原地等候。 见得范贤重新出来,洪四祥这才抬手示意范贤出府。 范贤嘴角微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宫典就陪在他身侧。 公统领,好久不见。 范贤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却不料宫典只是微微垂手,却一声也不吭。 这让范贤心中不由再度一跳。 宫典身为禁军统领,此刻却对自己如临大敌。 难道说?范贤在脑海中来回回想了几遍,却也没有想到任何线索。 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都遭到了自己的否决。 一时间,范贤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危险。 这种感觉就好似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刀。 你不知道这把刀什么时候掉下来, 但你知道,这把刀迟早要掉下来了。 王启年,他怎么回来了? 检察院内,当影子前来禀报王启年来了的时候, 陈平平的神色煞时间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 急急来到院内,王启年已经带着斯里里和海棠朵朵站在院内等候。 你怎么回来了? 陈平平刚才还没感觉到什么, 但一见到斯里里和海棠朵朵, 整张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语气也瞬间变得阴冷。 啊,回院长,侯爷命小的将两位姑娘送来检察院, 还说让院长代位照顾。 范贤呢? 侯爷刚刚被洪四祥、洪公公和宫典统领请进宫去了, 此刻应该已经到了皇城门。 王启年言罢, 目光往陈平平的脸上一扫, 顿时吓得心惊肉跳。 他从未见过陈平平露出这样的神色, 这是要吃人呢! 那张原本就显得幼黑的脸上满是肃杀之意, 一双犀利的眸子里爆射出两道精锐的目光, 无形之中整个院内顿时满是腾腾杀气。 院长, 王启年不敢直视陈平平的目光, 积极垂首。 洪四祥与宫典一起传口谕, 这种事可还从未出现过。 影子, 传信各处, 所有在京附近人员速速停下手中一切事物, 务必在五十赶回京都不得有误, 另外将肺戒带回来, 在回来之前不得告诉他任何事情。 陈平平的指令很简单, 集合所有能用之人, 他虽不知道今日到底会发生何事, 但是他心底的感觉却实实在在地涌动着, 那是一股急切且危险的感觉。 自从上次叶青梅死后, 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直到今日。 同一时间, 林府内。 爹, 林婉儿刚一进林府, 便立刻被袁洪道接了进去, 然后在前院之中就见到了林若府。 嗯? 见得林婉儿, 林若府先是一正, 而后急忙问道, 林婉儿想也不想, 当即把今日之事说了。 范贤进宫了? 林若府听罢, 神色立刻不对了。 到底何事? 为何陛下会让洪四祥和宫典 带着进军前去范府传旨?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洪四祥是太后的贴身士奸, 宫典更是进军统领, 庆帝为何要让他们两个同时去请范贤? 说是请, 倒不如说是积纳。 洪四祥起码九品以上的修为, 而宫典虽不一定九品, 但是他的进军却战力非凡。 这两人联手, 就算范贤有天大的本事, 只怕也休想从他们手中逃脱。 林若府心中一惊, 不由自主冒出一句话来, 该发生的总归要发生了。 其实他早就猜到范贤会触怒庆帝, 所以当初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范贤, 甚至派人在皇家别院里埋伏, 打算阻止范贤迎娶林婉儿。 可是最终范贤还是跟林府扯上了关系, 一旦范贤有何不测, 那么林府便会第一个受到。 一旦范贤有何不测, 那么林府便会第一个受到冲击。 爹,现在应该怎么办? 林婉儿的脸上满是着急, 此刻坐立不安地问道。 范贤是怎么说的? 他说,在他没出来之前, 让我们谁都不要妄动。 你们?林若府不太理解林婉儿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 于是,林婉儿再度把斯里里与海棠朵朵被王启年送到监察院的事情说了。 闻言林若府手扶短须,面露思索之色。 范贤如此安排, 向来已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既然让我们别轻举妄动, 那我们便静观其变吧。 袁大人,将朝中所有能用之人全部叫来, 特别是御史一个不留全部带来。 静观其变并非什么也不做, 现在他还不清楚情况, 但这些事却要做准备, 一旦范贤出现任何问题, 他都要第一时间找到反击的理由, 这些御史则是最好的可用之人。 与此同时, 已经贬为郡王但迟迟没有离开京都的二皇子, 以及刚刚回到京都的大皇子, 刚刚安家落户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的大皇子, 几乎同一时间收到了传信。 范贤被洪四祥和宫典请进了皇宫。 煞世间, 整个京都上下好似被一片阴云所遮蔽, 所有人的心神都被皇宫里即将发生的事所牵引, 皇城内外一片阴暗。 范贤望着突然暗下来的天, 眉间闪过一抹忧色, 一路之上, 整个皇宫里不再如之前那般戒备松散, 现在的皇宫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现在的皇宫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来往巡视的禁军络绎不绝, 一股消杀之气在悄然弥漫。 可他还是没有见到侯公公, 一路上, 宫典始终在前引路, 而洪四祥也始终跟在他的身后, 他就像一个囚犯一般被押解到了庆帝的御书房, 而也就在御书房门前, 范贤这才看到了侯公公, 但侯公公的脸色实在不太好, 见到范贤也只是小心翼翼地微微垂手示意, 一句话也没说。 侯爷, 请。 洪四祥走了上来, 在范贤身边抬手示意, 范贤健壮, 淡淡一笑, 抬脚迈入其中。 御书房仍就是那个堆满各种书籍的御书房, 只是此刻, 御书房中在庆帝批乐奏帐, 在庆帝的暗戚前站着两人, 一个是太子, 另一个是王之焕。 此二人见得范贤来到, 太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而王之焕则是微微拱手, 一句话也没说。 陈范贤参见陛下。 范贤正准备跪下, 可庆帝却没有如以往那般阻止他, 范贤此刻双腿已经微弯, 见得如此也只好跪了下去。 礼毕, 范贤刚抬头, 正好被一物击中了脑袋。 自己看看吧。 庆帝低沉的声音传来, 范贤将砸中自己脑袋的东西捡了起来, 却是一本奏章。 范贤怎么也没想到, 庆帝居然会用奏章砸自己的脑袋, 而且还是当着其他人的面。 若是在以前, 范贤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 毕竟一个君, 一个臣。 但此刻, 范贤却是心神猛然一震, 然后缓缓地打开了奏章。 目光扫过, 当奏章上的文字 一行行闪入范贤的眼眶, 范贤只觉心头一惊, 一股寒意 自脚尖瞬间就涌到了自己的头顶, 遍体声寒。 而后, 范贤锋利的目光刷的一下, 停在了身旁的太子身上。 果真是一步好奇啊。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